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男孩去他家拿钱 男孩还是不信 用刀子逼着琪琪一件件脱掉衣服 对琪进行搜身查看 最终确实没找到钱 琪琪母亲说 对方见抢劫不成 便意图性侵 但琪琪拼死反抗 所以他没有得逞 琪琪败坏之下 又持刀对着琪琪的胸前乱刺 随后 男孩又逼着琪琪站起身 划伤他的左右两侧大腿 告诉他 此后都要记住我 琪琪每天生活很规律 每天放学后 和要好的同伴一起回家 同伴住19号楼 他住17号楼 俩人一般在19号楼门口分手 琪琪在走几十米 一般17点45分准时到家 3月30日这一天 他没有准时回来 琪琪母亲邓女士就开始下楼找他 并在楼下呼喊 邓女士说 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他呼喊的时候 女儿就在四楼 且有性命之忧 邓女士在案发现场阳台 琪琪口述 当时他听到妈妈呼喊 男孩也听见了 石刀逼着他不要开口 他趁男孩分神的时候 突然倒在地上不动 男孩踢了他两下 他忍着没动 他闭眼听到男孩脚步声 察觉他可能走到其他房间 便立即起身跑到阳台 从四楼纵身跳到三楼平台搭建的棚子上 找个地方躲了起来 后来听到四楼没什么动静 他赶紧在三楼呼喊 他可能会变成了一楼平台搭建的棚子上 他可能会变成了一楼平台搭建的棚子上